好 再来看国内方面的其他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 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企业 注册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丰富企业融资渠道 进一步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市场 此外 人民银行强调 坚持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与地方政府债务严格切割 债务融资工具不具有地方政府信用 避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据介绍 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 主要专项用于节能环保 污染防治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